十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 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鲁江 舍生望死 无畏强敌 夺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用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正义 七十年来 英雄们的故事和精神 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 从今天起 中国新闻推出 《走进抗美援朝英雄部队》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来关注特级战斗英雄 杨根斯和他的联队 只要一有任务 杨根斯连的官兵 都会把三个不相信精神 以这样的方式重温 新战士杨沈 是第一次参与执行跨区任务 立志在军营建功立业的他 跃跃于世 杨沈说的老连长 就是特级英雄杨根斯 1950年11月29号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 杨根斯带领一个牌的兵力 坚守小高岭 阻击强大的美军陆战第一时 战友们一个个相继倒下 当所有的弹药都用尽时 已经负伤的杨根斯仍未放弃 他引爆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结束后 志愿军总部授予杨根斯特级英雄 容易称号 这支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斯连 每当任务来临 我们官兵都会喊响三个不相信 三个不相信精神 是英雄杨根斯的争争誓言 更是如今全连官兵的追求 杨沈在随后参加的跨区演习中 就对三个不相信有了切实的体会 接到上级指令 杨根斯连成为此次战斗任务的主攻联 他们需要在六小时内 拿下蓝军阵地 此时杨沈主动请英 提出自己分析五公里运回到后侧 采取爆破的方式拔掉蓝军碉堡 杨沈的成功爆破 撕裂了蓝军侧方防御 杨根斯连官兵小群多路 强行突入蓝军阵地 顺利完成夺控任务 当时就感觉拼了豁出去了 然后自己又冲上去了 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 在全连和全班面前展现一下自己 现在就是感觉 喊出三个不相信精神的时候 就像一个血液涌上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挫折 都感觉老年长杨根斯 一直在我们身边 英雄连队的魅力就是在于 这里的环境和精神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 在面对任务的时候 都一定会全力以赴 我认为这才是我们 对老连长精神的最好传承和诠释 七十年浴血拼搏 杨根斯连全体官兵 始终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 连队先后七次被授予荣誉称号 荣历一等攻四次 二等攻九次 三等攻二十三次 老连长的三个不相信精神 早已融入官兵的灵魂血脉 杨根斯连永不服输 永不放弃的精神特质 必将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官兵 不忘初心使命 不断砥砺奋进 在强军兴军的道路上 争取更大辉煌 续写新的荣光